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进展不足特朗普教廷国务卿访潮 美根新六十大城市和威胁指南应对朝鲜 第五届跨越太平洋中国艺术节下月登场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2018年8月24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 取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周对朝鲜的访问 原因是朝鲜半岛无核化 缺乏进展 特朗普24号发推称 他要求蓬佩奥现在暂时不要访问朝鲜 是因为他觉得目前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上 没有取得足够进展 特朗普表示 蓬佩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访问朝鲜 他还向金正恩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敬意 并称自己期待很快见到他 而蓬佩奥23号才刚刚宣布将和他新任命的 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比根一起 于下周对朝鲜进行第四次访问 以跟进特朗普和金正恩此前在新加坡达成的 框架性协议 路透社原已为白宫高级官员报道 特朗普是在当天下午的白宫会议上 要求蓬佩奥取消行程 国际原子能机构本周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称 对朝鲜核计划的持续和进一步发展 以及朝鲜的相关言论表示严重关切 美国媒体分析 目前有证据显示 朝鲜仍在继续发展核能力 迄今为止 美国对朝外交努力取得的进展甚微 特朗普此举也体现他对媒体 就其对朝政策的负面报道 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 国务院前一天安排的朝鲜之行 也令媒体质疑 新任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比根 未来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凤红卫视王又又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而就在特朗普宣布取消 蓬佩奥对朝鲜访问的同一天 美国联邦紧急措施数 24号表示 正在更新美国60个城市 应对核威胁的计划 蜀方认为 过去美国主要面临恐怖分子 使用小型核装置的威胁 已经转变为 有国家对美国发起 军用级核武威胁 美国联邦紧急措施数 应对化学和核武威胁的 负责人加西亚 23号向美国媒体表示 目前美国政府正在研究 如何应对 100到1000千吨当量的核爆炸 而不是过去主要防范 来自恐怖分子的小型核攻击 美国联邦紧急措施数 目前使用的核爆应对指南 是在2010年发布 只针对1到10千吨的核爆炸威胁 这个规模甚至小于 美国1945年在广岛和长崎 投下的原子弹 分析指出 这是由于在911事件后 美国更担心恐怖分子 发动的袭击 不过去年朝鲜进行了 第六次核试验 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这一次朝鲜爆炸当量 可能达到250千吨 本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举行的公共健康与应急救援大会上 如何应对国家发起的核袭击 成为焦点 美国佐治亚大学 灾害管理研究所主任达拉指出 朝鲜已经改变了美国 应对核袭击的考量 朝鲜对美国构成了切实的威胁 据悉 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 新的核威胁指南 将针对美国60个大城市出台计划 并使用美国能源部 创建的新型核爆模型 不仅如此 新的应急方案 还需要把网络武器袭击发电厂 和手机信号等 可能出现的现代突发情况 纳入考量 不过专家指出 即使核爆当量增长10倍 也并不意味着造成的结果 会恶劣10倍 如果能够在核爆发生后的数小时 或者数天内得到有效庇护 就可以大大降低放射物质 给人体造成的伤害 富皇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能报道 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 与中美文艺团体 合作推出的第五届 跨越太平洋中国艺术节 即将在下个月初登场 9月7日到10月21日期间 跨越太平洋艺术节 在旧金山湾区 Sacramento 西雅图 波特兰 拉斯维加斯等地 将推出六个艺术演出 四个艺术展览 以及孔子文化讲座 中国电影节等12项活动 在当前中美关系发展 存在诸多挑战的形式下 我们更或许需要双方 着眼长远 广泛深入的开展文化交流 为中美两国人民 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 友谊之桥 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艺术节项目选择上 也突出了时代大背景 比如我们今年就是儿童剧 我们第一次推广到艺术节里面 其实我们话剧这一次 也是新的一个 加入了一个艺术类型 希望是说反映的是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我们一些新的一些艺术形式 改编自巴金同名小说 四川省歌舞剧院 大型原创舞剧加 将于9月8号 在圣河赛艺术中心登场 舞剧的创作和演员团队强大 它的演员的阵容 也是非常的强 很多位演员都是得过了 中国最高的一个桃李杯 和文化大奖和荷花奖的 这个舞剧也是得了 中国艺术的最高奖项 文化奖 另外也是舞剧的 舞蹈的最高奖荷花奖 本届艺术节中的话剧 圣女郎和嫁给经济适用男 魏眼鲜红 首场演出票已经授庆 另外首次举办的北加州中国电影节 旧金山总图书馆等 七个北加州图书馆 将陆续放映26场电影 精心挑选了老炮 谁的青春不迷茫 等19部中国优秀影片 方航卫视刘海平胡林志 旧金山报道 具有140年历史的加拿大国家展览馆 嘉年华正在多伦多举行 本届加南华最大的亮点 是由中国艺术家们 带来的思路传奇花灯展 主题鲜明 美轮美奂的花灯 使观众领略到了中国传统花灯的魅力 为期18天的加拿大国家展览馆 CN1嘉年华 是多伦多一年一度最大的夏季盛世 自1879年首次推出 今年已经是140周年的生日了 现场有62组大型游乐设施 114个游戏摊位 有700多个商家参与 主办单位预计 今年将一共吸引160万游客 一年一度的CN1国家展览馆的 嘉年华活动 除了传统的游艺活动之外 还有美食 各种各样的表演 各种各样的动物秀 还有室内的花样花瓶表演等等 那么通往年不一样的是 今年这里争设了一个 超大型的中国花灯展 这个名为思路传奇战花灯 是展览馆为庆祝家中国际旅游年 专门推出的室内大型花灯展 有17组根据同丝绸之路有关的 中西神话故事创作的 不同主题的花灯造型 有人物 动物 城堡 船舶等等 这次首先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中国将彩灯进行制作 到加拿大这边主要是进行了安装 这次我们做的灯展 就做得更好 更精细 然后有一些传动 就是看起来就比较完美 栩栩如生 色彩艳丽 主题鲜明的花灯创作和展示手法 赢得加拿大观众的称赞 我特别喜欢的色彩 中国花灯展将同其他所有嘉年华活动一样 一直展出到9月3号加拿大劳工节 峰会记者腾龙琴多多报道 一年一度风靡全球的白色晚宴 近日在加拿大温哥华成功举办 5000名身着白色服饰的嘉宾 齐聚温和华 樊杜森食物园 欣赏着自然之景 共享美食美酒 场面宛如白色的海洋 温馨浪漫 白色晚宴被称为是世界上最优雅的 集体露天野餐活动 致力于将活动城市最具优雅 和热衷礼仪的人们聚在一起 随着参与人数逐年上涨 至今已经成为温哥华本地 夏季标志性的盛事之一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共发出近5000份邀请函 而总报名参与人数有达4万人以上 Cancourt Pacific这边已经跟 Dinion Blanc合作了有四年之久 所以我们Cancourt是相当于 在加安大这边赞助温哥华 多伦多以及卡尔加里的活动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活动 因为就是代表一个很好的氛围 晚上6点左右 成功受邀的人们陆续抵达 到场后开始自己动手 布置餐桌摆上鲜花蜡烛和食物 而随着白色手巾的挥洞 独居匠心的城中盛事就此开启 伴随着现场悠扬的音乐 欣赏着绿色遍布的美景 人们分享美食拍照合影 尽情享受狂欢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活动现场 我觉得这个现场 就让人感觉很星光神移 尤其我们加拿大温哥华的 天时地利的人和 这个一个自然面貌特别好 白色晚宴又称白色长街宴 始于1988年 是浪漫之都法国巴黎 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 参与者必须身着白色服饰 自带食物酒水和餐具 目前已经在全球 30多个城市展开 鳳凰卫视 李源泊 黄山 文科华报导 休息一下 再带您关注美国各地的简讯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纽约市警方今天表示 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 汤姆弗里丹因涉嫌性骚扰而被捕 预计今天出庭 据报道 弗里丹在2017年10月 不恰当地抚摸一名女子后 因罪名被捕 其后涉事女子在今年7月 报告了这些事件 在2009年至2017年 担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期间 弗里丹领导该机构致力于结束爱博拉疫情 和多重耐药性结合病的爆发 他还曾在2002年和2009年 担任纽约市卫生局长 另据美联社报道 他已发表声明否认性骚扰指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第四轮中美经贸问题谈判结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双方已经同意就下一步安排继续保持接触 白宫发言人早前发出声明表示 感谢中方代表团到美国会面 双方就如何达知公平平衡和互惠的经济关系 交换了看法 而针对美国政府高层近日在谈到中美经贸磋商时 不时强调美国的经济状况良好 中国的情况不好 陆康则表示 中方不喜欢在磋商前发出各种声音 想要谈出一个好结果 没必要通过言论替自己壮胆 陆康还指出 不清楚美方这些言论所针对的听众是谁 不过如果对象是中国人民 显而易见 这就是徒劳无功的举动 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财经方面 美股全线造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重申循序渐进的加息立场 并一再强调美国整体经济向好 这番讲话提振市场信心 纳指跟标普500都已创纪录水平收盘 按全新期季三大指数都见上升 其中纳指升幅达到1.7%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五收高 在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之后 市场情绪是得到明显的提振 纳指以及标普白指数 都是在创盘中与收盘记录新高 今天倒置是收涨超133点 大多数个股都是全天维持涨势 其中陶氏杜邦收涨1.62% 是领涨倒置 Visa上涨约1.48% 英特尔收涨1.45% 都是涨势强劲 不过今天耐克是全天表现不佳 收盘仍然下挫约0.55% 而标普白指数 今天是收涨0.62% 原材料板块全天领涨大盘 收盘上涨1.21% 科技板块是上涨约1.1% 而能源板块上涨0.8% 都是涨幅居前 同时今天只有生活必须消费品板块 收盘是出现了下挫 另外房地产板块和电讯板块 今天也是全天表现强劲 科技板块强劲表现 带动纳指今天收高0.86% 而原油期货价格今天收涨1.3% 环境期货价格收涨1.6% 美元指数全天维持跌势 另外在科技各股方面 奈飞今天仍然是延续涨势 收盘大涨5.79% 而亚马逊脸书 以及谷歌字母表则是表现一般 特斯拉今天全天的涨势 都是不错的 另外以英伟达为代表的芯片股 是继续引领科技板块 整体走高 那么中概科技股方面 今天阿里巴巴是收涨1.16% 腾讯收涨2.2% 而百度是大幅收涨2.35%以上 那以上就是星期五美国股市情况 冯华一世 陈清伟 纽约报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社区工商方面 近日华欣保险在工业市举办了贸易战 华企避税阴影之策 商业参会 随着第二波中美贸易战开火 诸多行业受到很大冲击 为此盛盖博股经合组织及诸多城市商会 特邀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KPMG分析师 近日在工业市举办商业务餐会 探讨中美贸易摩擦和线上零售商销售税新法 活动吸引了各界人士前来参加 今天很高兴我们能够跟圣盖博股经合组织 联合来办这么一个Semina 尤其是现在中美贸易战刚刚开始 很多我们的Biz Owner都不知道何去何从 生意的上面我们在历史上面 没有碰过这样子的所谓的干扰 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能够 在这么一个大的环境 这大的变化之下 我们还能够有序经营发展能够继续成功的发展的话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多的这个专家 能够来给我们分忧 然后把我们所有碰到的问题 能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希望我们能在商业的路上面 我们大家都能够成为赢家 会上针对中美贸易战 KPMG国际贸易和关税部资深经理 分析了关税加征受冲击的行业清单 税则耗裂及原产地判定的审税玄机 并指导企业重新审阅关税归类 重新审阅供应链 申请关税豁免 如何针对未来南策的贸易争端等问题 富豪卫视钱力涛洛杉矶报道 由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 美国英龙传媒有限公司 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 联合主办的梅拉诺星期音乐会系列活动 正式启动 首场美拉诺星期音乐会 以新民乐专场为主题 表演形式不仅有古典音乐和传统音乐系列 也有爵士乐 新民乐和电影音乐系列 有京剧 乐剧 黄梅戏 平坦和中国各地方戏曲 戏种系列和歌唱专场 音乐会上吸引了众多民众 来现场欣赏中华音乐文化 这一次我们推出了梅拉诺星期音乐会 也是自在跟大众普及音乐 也是为了提高大众对音乐和戏曲的欣赏水平 这一次音乐会 我们也会加陆续的推出各种不同主题的音乐会系列活动 乌素菲还表示 此次系列活动本着高水准低票价的原则 通俗亲切的解说形式 让音乐真正融入到人们的内心 走进普通市民的生活 不仅有传统的音乐会形式 还经常会在演出中采用多媒体手段 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 梅拉诺星期音乐会每三周举行一次 演出地点在梅拉诺文化演艺中心 孟王卫视前里头洛杉矶报道 曾经在北加州深耕多年的GMCC万通贷款集团 为扩大服务范围 于日前在南加州工业市举行了分行开业新闻发布会 万通贷款目前在北加州有六个分公司 而南加州则有城县和工业市两家分公司 并计划于今年9月份在尔湾市里分公司 未来也将陆续在圣盖博市 阿凯迪亚市 帕萨迪纳市和天普市等城市开设分部 争取为南加州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满足民众的各类贷款需求 我们是非常希望为我们南加的消费者提供最好的 根据我们南加情况刚才六四张都讲到 南加情况不一样资产多 但可能就是说收入各方面 可能会有些challenge我们都可以公司 我们贷款顾问可以帮你做下来 一堆一提供最好的服务 这个非常重要 出席今天活动的有南加州圣盖博士 市议员廖清禾 并为万通贷款集团主席金敏成 颁发了贺状以表彰其在华人社区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便捷的贷款服务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汉勤 洛杉矶报道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工商新闻 为庆贺中秋佳节 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将推出贺中秋幸运大抽奖 并送出2018年梅赛德斯奔驰房车一部 另外为期三天的中秋刷刷乐活动 将为提供赢取高达1000美金 Easy Play大奖的机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